哈喽大家好呀,欢迎来到38岁丁克姐姐的Vlog频道 继续我们的出镜游自由行系列 自由行比跟团要好玩一万倍 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其实也没有多麻烦 但它会让你对旅游有全新的认识 不会觉得旅游只是一个又累又费钱的项目 废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航空公司关于行李的规定 入镜卡和携带物品申报卡的填写 以及入镜的一些具体流程 就算最近没有出行 也可以收藏一下绝对的干货满满 首先是行李的一些规定 托运行李的尺寸要求如图所示 不要被这么多数据给迷了眼 实际上是可以托运的行李箱最大的尺寸就是29寸 这种鞭长和重量的规定是针对一行的行李的 女生会问发胶啊防晒喷雾啊保湿喷雾这一类的可以带吗 只要是这种压力装置瓶的 无论是什么尺寸 既不可以托运也不可以随身携带哦 这一类东西小瓶的 动车是可以携带的 这里是随身携带的行李的一些规定 近年会有很多人带水银体温计 这是不可以带的 免洗洗手液含有酒精的也是不可以带的 化妆品的含量要注意一下 出镜和入镜行李的规范是一样的 所以会有很多人买了化妆品 托运的重量不够用的时候便选择拎回国 最后过不了安检都要丢掉非常可惜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也别问我倒过多少瓶化妆水 这里再附上一份文字的细则 但廉价航空可携带的行李的重量是非常少的 要求会比较严格 拿不准的时候最好打电话询问一下航空公司 第二步就是出镜需要填写的一些相关文件 出镜国际航班 现在都需要填写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镜健康声明卡 只要你有了机票和酒店信息后 就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填写了 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在你出行的当天24小时内都有效 扫一下二维码顺利又迅速的登机了 由于我们是离开本国的国土去到别的国家 这时候就需要填写一份入镜卡 和你携带的物品的申报表 在飞机上空乘人员会发放这个卡片 记得自己带一支笔哦 如果在飞机上睡着了 都没有看到空乘人员发卡片怎么办 飞机落地后办理入镜的柜台 也还有这个表格可以自取 只是那时候呢就会比较耽误时间 现在这个入镜卡也可以在线上填写了 出发前在有网络的状态下 你就可以在这个网页上进行填写 想要最快最丝滑的入镜 那就是纸质表格和线上表格 都填写好 清测这样是最有效的 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就是入镜手续啦 办理入镜的区域都是不允许拍摄的 所以我只能用语言描述了 下了飞机紧随人流和指示牌 到达入镜审查处 给工作人员看纸质的入镜卡 它就会指示你去排队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提问环节的 将护照机票出示给工作人员 出示在线上填写的入镜卡的二维码 它会采集照片 按照它指示的脱帽 脱眼镜拍照 然后采集左右手食指的指纹 等着它给你盖章就OK啦 继续往前走就是携带物品申报点了 这个区域是自住的 点开刚刚在线上填写的申报卡的二维码 自己扫码后就彻底办完成序啦 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外 真的遇上闹不懂的情况也不要着急 机场这种地方都有会中文的工作人员 可以咨询一下它具体怎么办也可以 所以千万不要着急 出来玩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锻炼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啦出门拿上我们的行李 开始美好的旅程吧 接下来还有很多干货陆续放送 点赞关注不要错过哦 我是暴力之语 喜欢我你就关注我 欣赏我你就鼓励我 谢谢观看爱你